六代机强在哪里 所有人都知道六代机比五代机强 但是具体强在什么地方却很模糊 到底是强在战机的性能 还是强在作战系统 化灵为整 这期视频火力军就来聊聊六代机 在五代机还没有是完全普及的时候 欧美都已经走上了六代机的道路 其中欧洲玩的最花 跨代研发 在没有五代机的情况下 直接开始研发六代机 比如法德西联合的未来空中作战系统 英亦瑞合作开发的暴风 巧的是这对六代机还没太大的影响 六代机并不是某架战斗机 而是一个团队 在六代机方面 各国普遍的认知就是 有人战机与无人战机协同作战 毕竟现在的先进远程雷达 低空导弹以及由战机组成的综合防空系统 都是战机的大跌 一个不小心就是竹笋炒肉伺候 所以单纯的依靠有人电子战机 掩护有人战机突防的传统战法 已经不行了 有人战机在敌区外遥控无人战机 组成突击群才是王道 这就意味着单个战机的性能并不会决定未来的空中优势 考验的是一个团队的总体性能以及系统作战系统 如果无人机不行就让战斗机补上 二者都不行那就用作战系统弥补 就好比一架飞机总会有突出的地方 比如航电武器隐身 而这也是六代机比五代机更强的一个点 人多 就拿美国这种本身有五代机来讲 美国的六代机项目NGAD就是一个家族式战机体系 由至少一架有人战机和N架辅助无人机组成 而这些无人机的功能可以根据具体执行的任务 进行针对性的搭配 比如运输性质的载人平台 武器平台 监视 电子对抗 对地打击等等 甚至可能还有用于执行太空任务的攻击 或者辅助平台 五代机与六代机对打 画面估计相当残忍 六代机直接包围五代机好吧 当然了 说靠人多群殴有点不高级 说高大上一点 那就是六代机的作战体系 这也是五代机与六代机最大的区别 六代机是有人战机与无人战机协同作战 模式自然与常规战机不太一样 六代机主要是依靠信息技术的支持 注重一体化 网络化的信息互通 共享和融合 从而提升总体作战效能 而对于飞机本身的性能而言 提升相对较低 而且也不可能出现颠覆性的技术 毕竟在现在的技术水平下 想要达到隐身性能和作战性能的平衡 新一代战斗机的外形设计基本上没什么突破空间 更多考验的是材料和结构方面的研发 就比如美国的NGAD项目的六代机 在美国的计划里 在飞行速度和飞行高度上跟现役的五代机持平 但是在机动性方面的数据会进行取舍 美国第六代战机的核心是穿透式制空 狗头和战机混战并不是六代机的重点 大深版和长航程才是美国优先考虑的性能 就跟美国前空战部司令说的一样 NGAD在未来可能更像是一款缩小版的B-21 配备大型的机翼和大容量的油箱 主要用在太平洋地区执行远距离飞行和打击任务 当然了 按照地区不同作战任务也不同 就比如美国针对太平洋地区开发大赫载的六代机 而法国的FCAS项目开发的六代机 却跟现在的五代机很相似 只是在隐身性能与材料上更好 总的来说 在战机性能上 六代机并不会出现像什么反重力飞行器 或者能在太空作战的设计 也只是比现代的五代机更可靠了一点 或者说是三代机与四代机的区别 所以六代机强就强在作战系统 法德西合作和FCAS项目就是打算将现役战机 下一代战机和各型无人系统融合成无缝协同的空战体系 并且与地面海上和空间领域的系统实现融合 其中最为重要的战斗云系统 有人战机和无人机编队简单 一起飞而已 问题是如何在战场上进行协作 FCAS项目是利用战斗云系统将其连接 只是想要实现这样的功能 就需要开发新型的作战协同软件 有人战机通过协同软件设计任务 并发送给无人机群 而无人机群则是在软件的协调下 自主分配和执行任务 所以我们也可以将其看作一架战机 这些无人平台都是有人战机的翅膀 这种协同软件也能用在运输机 加油机 阵风 台风 和F35之类的战斗机 更重要的是 这个无人平台还包括了卫星 直接把战机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拉满 在战时 天机情报 监视和侦察卫星 可以快速的将战况 以及目标的方位传递给几方战机 然后迅速做出战术布置 现代战争打的就是情报战 空战 更是如此 先发现敌方就等于说赢了一半 剩下那一半就看战机的作战性能 偏偏六代机人多 性能也更强 所以五代机与六代机相比 那就是地中地 那么在六代机中 谁才是当之无愧的王者 或者说法国的FCAS 英译日的暴风 与美国的NGAD相比 哪一个更强 相信答案各位都知道 肯定是美国 具体点来说 第六代战机的强弱 比拼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模块 战机 协同软件 天机卫星 其中战机负责打击 软件负责调兵潜降 天机卫星负责情报 还算符合现代空战的一个流程 发现 打击 走人 战机的性能当属美国第一 欧洲虽然也有台风 阵风 但都是四代机 在性能方面 肯定不能和美国的F22 F35 比存下来的技术自然是美国更多 更别说美国还有一个X验证机 想要六代机走个流程就好了 而欧洲的则不同 无论是法国还是英国 都没有研制五代机的经验 先天就落后了美国一步 错过了研发第五代战机的时代 要想跨越式发展 隐身技术就是一个尚未解决的难题 就比如法国FCES项目的六代机NGF 与英国的暴风 现在也就只有一个验证机 在设计上跟美国的F35差不多 所以在战机的隐身性能上 美国肯定是更胜一筹 NGAD的隐身效果超过现在的五代机 其雷达截面差不多跟BB弹相同 之前还有消息传出 美空军的F22 F35 甚至是F117 都在测试一种从未公开过的闪亮金属色面板 可能是为了升级五代机 也可能是在测试NGAD上加装的隐身装备 在软件配置上 NGAD会继承现在F35的战场态势感知能力 但是它还有可能会取消有源电子扫描阵列雷达的配置 这种雷达虽然在交战时可以让战机更快的发现对手 可它也是影响战机隐身的一个关键因素 在F22战斗机上为了掩盖APG77的能量 设计人员特意加装了ALR-945 无源雷达探测器 将APG77的波段限制住 增强隐身能力 NGAD的有人飞机自身将不会携带这种雷达 执行此类任务的平台将由无人机提供 这可能是第六代战斗机与现在五代机或者是常规战斗机之间的最大区别 在无人机这方面欧洲能拿出来的估计也就一个神经元无人机了 六国研制隐身设计侦察监视攻击一体 虽然已经是非了 但性能到底如何火力军也不敢确定 FCES与暴风虽然也有各自的配套无人疗机 但是现在八字还没一片 而美国不一样 无人机这种跟战机沾边的武器装备 性能都有保障 而且美国的无人机种类也不少 比如复仇者X47B验证机 以及最新的ATS无人机 其采用了复合材料也具备隐身性能 隐身无人机在六代机之中是必须要具备的 毕竟现代空战模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 隐身战斗机成为现代空战体系中的绝对主力 但这也就产生了一个新的问题 不具备隐身能力的预警机 加油机 空中巡逻机等特种战机 很容易遭到敌方隐身战机的针对 一旦这些目标被摧毁 将影响空军的整体战斗力 到时候隐身战斗机空有一身本事 也发挥不出最大作用来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使用隐身无人机 当然了 既然是隐身设计 所以ATS暂时没有挂载导弹 没有远距离发射导弹的打击能力 不过即便不挂载导弹 ATS无人机也有能力击落敌人 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件用来牺牲的武器 在未来空战任务中 有人驾驶的战斗机或者预警机 将指挥4-6架无人机作战 无人机既可以充当空中雷达和电子战吊舱 又能充当极限风去执行危险的侦察任务 最关键的是可以替有人驾驶的飞机挡子弹 对敌人发动自杀式攻击 波音公司计划将ATS无人机的成本 控制在200万美元以内比巡航导弹便宜 这也让ATS无人机成为了一种消耗品 在美国这种无人机也叫做中程辽机 其实就是美国为第六代战机开发的 人人编队协同的升级版 用来协助第五代战机 以及第六代战机作战 有人战机平台当作编队主机 多个无人机作为辽机 相当牛不牛不好说 但是中程是肯定的 毕竟自己一个人指挥 协同中无人平台传感器武器等资源控制权 都是有人机控制 在有人机的作战指令下 无人机执行远程态势感知 武器投放欺骗干扰等作战任务 而且有人机完全可在防区外作战 提高了作战人员的安全性 根据中程辽机的框架 美国都已经把作战模式搞出来了 作战面对中 有人战机只会四架无人辽机进行协同作战 在高危险作战中具备自主功能的无人机 可以担任演突防的角色 承担发现摧毁目标的任务 而有人机可在对方航空火力之外进行指挥控制 避免遭受敌方打击 新一代有人驾驶战斗 确实不需要什么颠覆性的设计 但仍然是未来空中作战系统的核心 无论从技术上还是军事上 未来空中作战系统都有可能设定新标准 并彻底改变空军的使用方式 而且作战系统更是美国研究的重点 也就是系统促的概念 解释将不同的平台连接起来 这点也是六代机最普遍的认知 将不同的个体通过协同软件联合起来 然后把整个整体看作一个战机 也就是六代机 只是美国的网络化系统 现在连名字都还没爆出来 唯一能确定的就是美国有这方面的研究 自2019年开始 美国NGAD的重点就已经放在了 新一代的传感器和通信链路 以及开放式系统计算架构 不过鉴于美国没啥具体的信息 暂且可以当作与法国相当 卫星就更不用提了 这方面谁能给美国比 没有人 欧洲联合开发的伽利略都不行 就更别提俄罗斯了 所以法国的FCAS根本比不过美国的NGAD 比也就只能在欧洲内部与英国暴风过两招 这两者对比还算是半斤八两 法国和英国在很多方面有着共同的价值和利益 但毕竟不是同一个国家 很多事情也整不到一个狐狸 小的像为了打鱼的事儿 每年例行炒上一架 大的就比如研制战斗机 早前台风研制的时候本来法国也有份 但最后还是单独弄出了阵风 这次研制六代机历史好像又一次重演 法国德国则拉上西班牙一起弄FCAS 英国拉上意大利瑞典弄暴风 不得不说英国搞航空的人给飞机起名字 喜欢带风 二战期间的战机都是以风为主 什么狂风飓风六代机又给取了个暴风 值得一提的是 在FCAS刚成立的时候 英国就是项目成员之一 但是英国退出欧盟之后也退出了FCAS项目 此后英国将自身的作战理念和总体需求 重新打包成新的方案 也就是暴风项目 之后拉到了意大利和瑞典作为合作伙伴 后来又拉了日本一起 并且英国和日本还计划在今年年底前达成协议 将两国各自主导的下一代战机项目 暴风和FX进行合并 现在的欧洲空中防务再次形成了 两大研发集团相互竞争的局面 按照当前的发展状态 两种项目即存在竞争而独立发展的可能 也存在着在某个时期合并发展的可能 当然就目前来看 合并机会不大 毕竟人多嘴杂 中间如何协调也是个问题 双方在技术上也各有优势 谁都不服谁 欧洲在历代战斗机的研制上 并没有缺席太多 阵风台风在研制之初的定位其实也是五代机 所差的只是全面雷达隐形设计而已 加上罗罗公司在世界航空发动机产业中的地位 英国研制六代机并不存在直接的技术上的短板 在某些方面 要说领先世界也都不为过 法国则是在航电上占优势 但是二者比较 火力金觉得法德西的FCES项目能占据上风 FCES项目包括飞机、发动机、无人机、作战云、仿真和传感等七个主要开发领域 每个领域都有独立的合同 由一家公司负责 每个领域法德西三个国家都有企业参与 FCES将采用不同综合阶段性成果的并行开发模式 法国拥有独立研发战斗机的经验 领先飞机和发动机的研发 德国则负责无人机和作战云解决方案 后加入的西班牙则负责传感等领域 可以说是安排的明明白白 但是高超音速飞行器、激光武器等 法国与德国以前都有研发经验 而英国主导的暴风项目确实人更多 但是能提供技术支援的FCES项目一样 而且在研发速度上 火力军估计暴风不如FCES 现在说出来什么技术都很虚 什么多功能的雷达要比之前更强 发动机的推力、寿命效率方面都有所提高 这个火力军相信 毕竟英国在那摆着 而且听说暴风也提出了配套的无人聊机 Lanka意思就是轻型经济可承受作战飞机 在空战时与其他战斗机一同升空 配合主机协同作战 说得很好 但是没啥实际的表现 而火力军之所以说 法国主导的FCES项目更好 那是因为在欧洲也就只有法国拥有全体系的军工产业 并且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是 法国的国防政策技术水平很少受制于人 真正的困难点在于研发经费 不过这次还有人分担 钱已经不需要担心了 最关键的是法国的弱势 也就是航电发动机现在已经在测试了 可以说FCES描绘了一副非常强大的未来空战系统 到目前为止 整体进展都还算顺利 但未来也并不是没有问题 几个国家各自的不同国情 会导致合作过程中会存在很多挑战 为搭建战斗云所需要的5G通信技术 也可能影响FCES的发展 假如俄罗斯的六代机走到了FCES的前面 其他国家也可能等不到FCES 而只能接受美国的下一代战斗机 背后如何被捅也都只能认了 至于会不会被捅那倒不用多想 总的来说 法国主导的FCES计划确实挺不错的 在六代机这方面 法国也算是走在了英国前面 但是依旧搞不过美国 在目前来看 无论是概念上还是工程 美国都依然走在了前面 而且因为技术上的全方位领先 六代机这方面 美国可能还是其他国家的标杆 好了 这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各位认为六代机的作战系统 在未来能起到什么作用 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 如果内容有不对的地方 也可以在下方指正 我是火力军 下期见